大陆卫生部长陈竹昨天表示 部分艾滋病高危险群 不主动或不愿检测 大陆还有将近一半的艾滋病感染者 未被发现 成为社会潜在危机 有大陆中央电视台主办的2012年 中国大陆经济年度人物评选 经济学者林毅夫 汪汪集团董事长蔡衍明等台籍人士 入围20名候选人榜单 中国辽宁省昨天起降下入冬以来最大的雪 导致境内10条高速公路全线封闭 沈阳桃仙机场停飞 辅顺安山中小学停课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报告显示 2011年中国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超过21万起 造成6万多人死亡 23万多人受伤 这些经济损失超过10亿元 新唐人亚太电视真理报道